张善政不讳言 长年来台湾陷入了政党的恶斗 得了两种病 政治病靠我五党级的身份去解 另种病则是年轻人普遍第一心的经济病 该怎么解决就得先从产业转型做起 引进新科技与软体运用 恰好是立功背景的张善政最拿手的 你要用这种新科技把企业竞争力拉高 那这个时候低心就有解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应该解的可能性蛮高的吧 张善政的信心来自于求学时的出色成绩 他一路念剑中考上台大图木系 毕业后申请国外研究所 包括史丹佛 马神理工 康乃尔等六七所知名大学 都极力邀请他入学 拿到美国康乃尔博士学位的张善政 将图木工程与科技结合 27岁就被找进台大当讲师 教授电脑绘图短短五年升上教授 是当时台大最年轻的教授群之一 却因为太过自负把学生骂到昏倒 张善政开始检讨自己的态度 其实张善政实力有如辅报 民国巴黎年代的台湾 是一番民众不知道网络 连电信业龙头也不看好网络的年代 张善政就已经一手催生 国家高速电脑中心 是台湾网络建设的重要推手 之后收到宏基创办人施政荣邀请 筹设子公司安基资讯 现在的乐透彩券系统就是由张善政主导设计 之后又被Google挖角担任 亚洲硬体营运副总 直属美国总公司 张善政产官学表现亮眼 因此被延揽入阁 因为张善政的母亲 二十年前就罹患食指症 回想那段日子 张善政说 焕纯已经有能力的她来照顾 又爱培育她长大的老母亲 如今她还要把儿女对父母的爱升华 这位自识为国家工程师 理工专业的前院长 一步步破坏国政配 朝着总统路迈进